之前我们介绍了什么叫做晶体通透 今天要讲什么叫做法师分明 同态晶怎么分等级呢 就是晶除了这个皮秀的尺寸大小之外 晶体通透法师分明就是八字药卷 你达到的程度条件越多 就代表你的等级就是越高了 那我今天要讲什么叫做法师分明 其实法师分明就是指这个 我们常常讲的猫眼效应 什么叫做猫眼效应 就是灯光这个折射这个真状物 形成一个光这个照射真状物 而形成的一个折射的光 所以它叫做猫眼效应 就是灯光折射真状物 而呈现的一个折射的光 它叫做猫眼效应 所以法师分明其实就是指 我们的猫眼效应了 就是猫眼效应 那你看像这个来讲好了 因为它的真状物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的情况之下呢 当然它就没办法形成猫眼效应了嘛 它就当然就没办法形成猫眼效应 因为它的真状物比较多 而且它的呈现这个比较多 而且它是密集的 顺的 你杂乱的情况之下没办法呈现猫眼效应 没办法呈现这么漂亮的猫眼效应 所以这个叫做法师分明 它呈现同一个方向 当然不一定说只要呈现同一个方向 不只是这个直的 那有些呢小数的情况之下 它还有恒的 我们就会有 我们有一批 这个当数量不多 你的矿尺来讲 你要有恒的 其实这个数量都是非常的少 大部分都是我们看到的都是恒的 都是直的 都是直的 比较少看到恒的 但是不论直的也好 恒的也好 最重要是要呈现同一个方向 同一个方向 才能把晶体的磁场能量呢 带给我们 这个就是佩戴皮球的目的 就是借由这个真状物 把这个晶体的磁场能量来带给我们 这个就是佩戴皮球 为什么能够改变我们磁场的一个 原因就是在这里了 所以呢就是叫做法师分明 那这个呢 当然你看这个就是没有法师分明了 它就是没有法师分明了 所以这个就叫做法师分明 非常漂亮的法师分明 那你法师越分明 好 的猫眼效应越强 磁场能量就是越强了 好 不论是平安辟邪 招财 招贵人 开运 犯太岁 好 创业者 犯小人的 都非常适合这个我们的 同态金皮球 好 同态金皮球 它的作用呢 因为它里面的真状物很多 它就能够小 里面形成小型的 这个磁场 源源不绝的一个磁场能量 它就能够带给我们 改变我们的磁场 不论我们的财运磁场 我们的运势磁场 所以为什么要这个选皮球 要选磁场能量 比较强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否则的话呢 磁场能量不强 那你带动的力量 好 我们这个 这个 矿石 好 带给我们的力量呢 它就会比较 比较力量就没有这么大 好 所以我们要选磁场能量强 不论平安 必写 招财的力量 当然 它的 它这个磁场能量 也会比较强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是介绍 什么叫做 法师分明了 好 什么叫做法师分明 给大家认识一下哦 皮球 好 今天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咯 拜拜 拜拜 拜拜